铛选造的Justine Hi 蛋園8,LC-3 软核心与 FPJ 应用 第七节 Aim 24 的简介 实 온节介绍了 板子D0 nano FPJ 板子上面这些装置 那如果我们又外加像光感测器 乐高用的光感测器 因为它是利用I平方式这个协定 来传输这个资料 光感的资料 所以我们这一节就介绍 I平方式沟通的协定 本件内容 I平方式串列通讯的架构 时脉讯号 资料讯号 I平方式串列通讯协定 I平方式串列通讯架构 是一个master 一个主人 在汇流牌上 所有装置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位置 这个汇流牌上面 有两条线 一个就是SEL时脉 Clock 一个是SDA资料 那周边可以打在汇流牌上面 像师傅玛达 乐高的师傅玛达 这个是一个slave 就是一个仆人 那光肯这次也是一个slave 那他们的资料就可以 传到那个 透过这个bus 这个汇流牌 传给那个处理器 那时脉讯号 有主控端 master 负责的trainnet时脉讯号 共有好几种速度模式 那包括以下这个从10k到5MHz的速度 那我们的光感测器就用低速的模式就可以了 10kHz的速度就可以了 好 资料讯号 那这里就是这个图表示 资料传输时候的一个格式 那第一个位元就是起始的讯号 是由master发出来的 那跟着他发给谁 就是跟着七个位元表示 slave的address 就是这个address决定 哪个slave有接收这个讯号 那跟着0这个一个位元 他就表示是写入 写入slave的那个意思 这是master发出来了 那如果跟着slave读到这个讯识的话呢 他就发出一个0的acknowledgement 就是说您收到 那master再把资料data 八个位元data写出去 在回路牌上面 然后slave再回应一个0 就表示呢 收到那个资料 收到那个资料 那跟着 就可以有一个stop的讯号 完成这个资料的全书 是master发出来的 这是写入 写入的时候呢 一个方式 那资料读取的时候的格式呢 就是 也是一样有个start 从master开始 然后有个address 也是要说明是哪一个slave有接收 又发读取哪一个slave的资料 然后写 跟着那个位元写1 那个就是rw的讯号 上面那个例子就是0 就是写入 那直接打1的话就是读取的意思 0是写入 1是读取 然后slave跟着回应 如果是回应0 那就是成功接收这个讯息 然后slave就会把资料呢 8个元资料 写到汇流牌上面 那master 如果接收到这个data 它就会写个0的回应讯号 到最后就停止这个资料的传输 叫stop 这个两个就是写入跟读取的格式 那IP1C串列通讯协定 资料全数的格式中包含了 开启的讯号 start 然后呢 回应的讯号 acknowledgement 像slave回应 结束的讯号 stop 最后一个 好 那资料全数的格式中包含了 开启的讯号 就是当clock是高电位的时候呢 sda是复原出发 sda 资料是复原 然后 acknowledgement 回应讯号的时候 当scl高电位的时候呢 ack是0 跟着结束讯号 就是在scl高电位的时候呢 sda资料那边是进圆出发 就是表示结束 表示stop 好 好 那以上就是对IP1C 是一个很粗浅的 简单的介绍 那是利用这个IP1C 才可以读取到那个光感 类比光感的讯号 好 以上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